来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今天政经大小事单元要来关心的是 刘兆玄内阁才刚刚上路 就传出了各部会首长的随护 是不是被滥用的话题 立委质疑 随护经常被用来做一些像是提包包 或者是接电话的秘书工作 根本不像是在维安 而面对这些质疑的声浪 昨天行政院是正式下令 以后首长的随护 是以一个人为限 拿包包收水壶 还有的负责开路护驾 算一算 部方部长身边的随护就有四个 委员之外偶尔还得兼任秘书工作 那次部长廖辽椅认为 有时真的不得已 请随护帮个小忙 基本上拿公文是没有 那帮我开车门是有 是存在 那你说我在开会期间 我不得不把手机交给他 那是由他来帮我听下是谁打电话 立委则指一部会首长滥用维安资源 强调申请随护公事私事总该分清楚 应该责成警政署要去提醒所有派出去的随护里面 应该要哪些的分寸哪些的界限 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规范 你赞不赞成往这个方向 我们大家共同来集思广益呢 我很赞成 事前要出去都有一定的训练 一定的一个任务要求 如果部位首长都申请随护 至少要上百人 留内阁标榜精简人士 在各界的检视下 行政院对随护申请也定出了新规定 如果有安全需求的 我们还是建议他申请随护 但是呢 随护是以一位首长一人为限 减少首长随护配置 但工作范围如何界定 开车门提包包是随护工作 还是秘书工作 新闻局长施亚平说 就交给随护个人做专业认定吧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的首语新闻通要告诉您 出席率在立法院变成了热门的议题 昨天立法院初选通过 官员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 就缺席 不到立法院来接受质询 最高要罚款三万元 一旦条文三读修正通过之后 立法院也会建立相关的行政救济机制 不过如果立委自己不来开会 又该怎么办呢 从5月12号一直到5月16号 这一周开会的状况统计 有四名立委出席率挂龄 国民党以及民进党立委各有两个人 有民间团体就反问 立委如果不出席会议 是不是能够把他们自己的薪水给捐出来呢 希望立委们在要求官员的同时 也能够要求自己 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学 出席的手语要怎么比 先比出人过去 加上有的手语就是出席 人去加上有 这样您学会了吗 接着又到了国际手语的时间咯 有些国际手语 动作跟台湾手语是一模一样 不过意思却是大不相同 来仔细看看舞龙老师怎么解释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听仗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舞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舞龙 你在美国念过书 所以英文是完全难不倒你 对不对 还可以啦 那听仗奥运你最吃香了 在国际赛会当中 常常大量要使用英文 台湾龙人一碰到英文 根本就没办法 没关系 练习 时间这么短哪来得及啊 我是说 这个动作就是国际手语的 没关系啦 哦 原来如此 你刚才比这个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国际手语 才是听仗奥运使用的 最主要的语言 台湾手语没关系 国际手语的 没关系 没关系 国际手语轻松比 听仗奥运就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算很贵,快就当了 不算贵啊,那就不算了 不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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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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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唱 贵 therapeutic 男性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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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 5 5 5 6 5 6